我们在解读任何历史的时候 都会有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来解读历史 我认为 其实我们学习历史非常重要的就是来树立一种历史观 那么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有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一种历史观就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一种历史观被称为韦伯的历史观 那么第一种历史观他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认为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来解放生产力 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现行发展的 也就是所谓的五个阶段 就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呈现性的状态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到工程主义社会 那这是我们以前也经常学这种这个历史观 但是其实人类还有另外一种历史观 就是韦伯的历史观 那么韦伯的历史观是怎么来看待历史呢 韦伯的历史观认为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 包括罗马伐的复兴等等 是一个不断的对人的价值发现的过程 这种现代性的过程 使人从黄传 从神传的专制统论中解放出来 从而获得自由 传利和理讯 那么按照韦伯的历史观 人类为了保证这些自由和传利的实现 人类社会选择了市场经济 宪政民主和民族国家制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今天讲启蒙运动 首先我们依照韦伯的历史观来看 来观察 启蒙运动 它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就是我们来看 看这场启蒙运动 怎么看 那么究竟怎么要定义启蒙运动呢 我想引用一下康德所说的话 康德说 启蒙运动是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 不成熟的状态 康德这种话说得非常经典 康德认为 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 人要求把自己当成一个人 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我想这个康德的这个 这个对启蒙运动这种定义和解释啊 都是这个很有意义的 我今天会讲这么几个题目啊 第一个就是 关于启蒙运动前的欧洲 这是一个铺垫 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对整个启蒙运动发生之前的 这个欧洲的一个铺垫 大家知道很多历史都认为 15世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分野 是一个分野 大家知道 在1492年 这个西班牙的这个 卡萨地利亚国王 他攻下了 伊斯兰教的最后一个堡垒 就是格林纳达 然后在这一年同时 他还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 让这个西班牙的探险家 这个这个 进入了这个 南部的这个 美洲啊 去去探险 这个格林布的探险是人类 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也是人类一个分野啊 然后因为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那么产生了很多变化 当人类进入到16世纪的时候 我说启蒙运动前的欧洲 就是人类进入到16世纪 那么人类在16世纪欧洲发生了 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欧洲在当时的现代文明进程当中 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重要的事情叫文艺复兴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叫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这是在欧洲 现代文明进程当中的两个车轮 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比较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啊 我们来看看 第一 法国启蒙运动诞生在贵族的沙龙里面 而 苏格兰启蒙运动 则战胜在大学里 在苏格兰从15世纪就开始建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学 比方说 圣安德鲁斯大学是1411年 格拉斯哥大学1451年 阿伯丁大学1495年 爱丁堡大学1583年 这些大学完全是按照世界上最早的意大利 波罗尼亚大学和巴黎的索邦大学的模式来建立的 那么这些大学在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法国启蒙创立了一个公共空间的概念 就是 法国启蒙都是在沙龙里面进行 这个沙龙就是一个公共空间 这些哲学家思想家知识分子在这个沙龙里面讨论问题 而苏格兰启蒙创造了一个经营协会的概念 经营协会也被称为人文共和国 好比说像苏格兰的哲学协会 格拉斯哥文学社 阿伯丁智者俱乐部 爱丁堡经营协会等等 所以苏格兰启蒙学者往往都有一种夸学科的特点 比方说非常有名的亚当斯密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国富论 但是大家不知道 他还有一本更重要的书叫道德情操论 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 也是一个哲学家 第二个区别 法国启蒙运动全所未有的强调理性 高扬理性主义的大旗 以此以理性主义来批判专制主义 批判等级社会 批判教会的藏库迫害 和宗教狂热 但是苏格兰启蒙 他更能够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 就像我刚才讲了康德 他认识的 其实苏格兰的启蒙者 更早的认识到这一点 他认识到理性本身在驱动和实现 社会变化方面的局限性 比方说 苏格兰启蒙世界家认为 理性并没有向法国启蒙世界家 他说了那么大的能耐 你像肖默 他就认为 道德法则不是理性畅潮的 而是经过演化来的 另外 苏格兰学派也认为 理性 不但不应该对人类文明加以重新设计 而且理性本身也没有能力 来设计出一套完美无确的文明体系 如果理性要强行的架空于文明之外 来重新整体设计文明系统 那一定是一场灾难 我觉得这一点 非常值得注意 比方说 这个哈耶克 大家知道哈耶克有一本书 就是叫自命的自负 自命的自负 他其实就是在批判这种 这个建构里的这么一种这个 这个形态 所以我觉得苏格兰学派 他们非常了不起的就在于 他们很早就预知到 理性其实没有能力去对文明加以重新设计 我后面会讲到 这个 这种对理性主义的高估 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命的自负 因为哈耶克一直认为 所有的社会秩序其实是在一个自由状态下的 自发秩序 你只要给他自由的状态 社会就一定发展出一个 自发的发展出一个成熟的 秩序系统 而不是通过人类自己去重新构建 一个秩序 第三个差别就是 在对待人类社会的现代新问题上 法国启蒙运动 和索格兰启蒙运动 是不一样的 法国启蒙运动将理性之光杀满人间的同时 对未来的社会投进去构想 主要集中在自由 平等和宽容上面 所以法国启蒙运动形成的口号 是自由 平等和博爱 而苏格兰启蒙运动认为 人类社会相继经历了破裂阶段 序幕阶段 农根阶段最后达到商业社会 和公民社会 因此 未来的社会棘手是市场 法律和道德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是三个元素 法国启蒙运动强调的是 自由 平等和博爱 而苏格兰启蒙运动强调的是 市场 法律和道德 当然 我们还可以确立这个 启蒙运动一些其他的成功 比方说 福尔泰的自由事项的确立 特别是经过启蒙运动以后 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成为衡量社会正义的 唯一的标准 请不启蒙运动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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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凯蒙运动强调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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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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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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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